我自己只會演一首 好 再來這首歌 我想先唱這一首 叫做《我的高中同學》 那剛剛那個主持人有講到說 我07年發的第一張專輯叫《綠色的綠子》 然後那一張專輯其實是我 記錄著我大學到黨兵 到退伍的一些事件這樣子 那後來我 其實我本來就是台北人 但是我在台中生活的期 然後後來我退伍回到台北生活 就開始覺得 就是有一種 這裡反而很像那種異鄉的感覺 就是很不習慣 然後我就開始在觀察台北這個城市 就覺得 一開始很不喜歡他 就是覺得很 很吵 然後很擠 然後空氣很不好 而且大家都 不太愛笑 可是久了以後我也 漸漸的 喜歡上這個地方 就覺得他其實還有他的魅力 所以才會 很多做藝術的人 或是做藝術的人 都會跑來台北生活 因為我覺得 他有很強的生命 可以藏在這個城市裡 他表面上看起來好像 可能有一點冷冰冰的 但是我覺得 他其實是 有那種很強的生命力 很堅韌的東西藏在裡面的這樣子 好 那這首對到我的高中同學 這個其實是在講我 做音樂 就是這一路走來 總是會有人支持 也會有人懷疑這樣子 那 我那時候 前一陣子 三十歲的時候 常常會接到很多喜帖 然後去喝喜酒 都會 遇到很多以前的高中同學 然後他們 就會問 我就覺得 那個場子很奇怪 就是 這些人 你本來曾經都很熟悉 然後也都不會聊一些 就是都會聊一些 比較沒有什麼現實的事情 可是 在那個場合 大家就開始不關心的就是 你結婚了沒啊 然後 工作啊 什麼什麼的 讓我覺得 他不知所措 而且 我的工作就是特別的 奇怪 對他們而言 然後 真的很想跟他們說 其實我們不要想到很多 因為 其實 留情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們 其實 交朋友或是怎麼樣 不是在 不是在看那些東西 好 我的高中同學 大學禮奄 還有很會 可以 在你 宮延遙 那 庙盛 大學禮奄 究竟到你 未来世界 没有什么好奇 奔着回地 反复练习 明天会走到哪 不用考虑 不用分析 没有意外 也没有惊喜 跟着队伍 一直前进 明天会停在哪里 始终顽固的转 人生落满 失去了方向感 现实的事依然存在 每天一样起床 每天一样走马 没有问题却要答案 怎么办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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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有了计划 没有变化 今天又跟昨天一样 我来为你挑战时差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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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不安 太多紧张 让我陪你一起玩耍 让我陪你一起玩耍 就这样 怎么办 人生落盤 失去了方向感 现实的事依然存在 每天一样起床 每天一样走马 没有问题却要答案怎么办 答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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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计划 没有电话 今天又跟昨天一样 我来为你挑战时差 答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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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不安 太多紧张 让我陪你一起玩耍 就这样 答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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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 有了计划 没有电话 今天又跟昨天一样 我来为你挑战时差 我来为你挑战时差 答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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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 太多不安 太多紧张 让我陪你一起玩耍 就这样 好 谢谢 是的 有什么人